唐玉去年干了两件大事,一个是通过人民的名义,李德林华华让很多人认识了她,另一件则是嫁给了曹云金。 今年,唐玉又干了两件大事,上半年她生了个女儿成为人母,下半年又和东家凤凰传奇影业解约。 成名,结婚,生儿,解决,唐玉生活与工作两不误。 人民的名义中,林华华与同是男友感情无疾而终。 在在人民的名义播出之后,戏外的林华华收获了爱情,她与之名相声演员曹云金走到了一起,并在今年四月份生下一女。 而号称人民的名义,第二部的人民的财产,已经正式在南京开机拍摄,林华华是否回归也成为剧民关心的事情。 从目前公开消息看,前国父,一学系等第一部中的约班人马继续加盟,但林华华与同是男友的感情系可能并不会在第二部中延续,不言不成第二部,这也许是真的。 而就在近日,饰演林华华的唐玉本人亲自证实与凤凰传奇营业已经正式解约,这个消息确实是真的。 于东霞解约之际,唐玉深情地表示,过去的所有愉快愉不愉快,都将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经历,所有的得到愉失去,都将成为我为自己加油的良耀,感谢治愈之恩。 再见我凤凤,颇有意思的是,人民的名义是眼正顺利的看奔奔,此时赶了过来,一句简单的加油,道出了对一同合作的小伙伴,表达了真诚祝福。 这也是唐玉这条微博,下面外界可以看见的来自人民的名义,剧组成员的唯一跟帖,唐玉并没有交代或者暗示他的未来去处。 不过,从他个人微博零星信息看,唐玉近期已经投入工作,开始拍戏。 而从凤凰传奇影业官网上也可以看到,唐玉和丈夫曹云金一同主演的都市励志清喜剧歌布式传说,这可能是唐玉和钱东甲最后一次合作。 据公开消息显示,该剧一月二零一今年杀青,有望于明年播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